他大概,他這一個設計的概念大概他從2014年 有去日本參加ロボ1格鬥比賽的第二名 那那個大概講一下ロボ1 ロボ1是日本主辦的一個那個機器人 二族機器人的格鬥比賽 那他已經辦了15年 辦了30屆 那我們這隻機器人在2014年有去參加 那有得過一個格鬥賽組的第二名 那2015年得過第一名的第二名 然後再來 這個 後面看到2016跟2017有RBL的部分 RBL是台灣 有一間公司他們也有在辦任性機器人的格鬥比賽 那他的 他的簡潔就叫RBL 那我們大概在RBL 全部 這一個機器人全部都是123名 全部都是包辦的 OK 那我們 我們到了我們這一次我們公司 把他這一個機器人做量產的設計之後 我們有 自己開發了一顆那個4V馬達 齁 那他的出力呢 馬達出力大概是40...扭力啦 扭力輸出大概45公斤公分 OK 過去的機器人 馬達大概 之前都是用35公斤左右而已 那目前市面上看到大概都用10幾公斤 輸出 是27 齁 最多到20幾 然後 真的在格鬥用圖額是大概都30幾 那我們這一次我們自己開發的這一顆馬達 我們直接把 輸出拉到45公斤齁 這個大概是在格鬥廠商目前 這個量級裡面最大出力的一顆馬達 對 那我們 對於我們機器人的設計呢 我們有幾個訴求齁 第一個就是 這一顆馬達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絕對是阿達 這一顆馬達我們有幾個 有幾個特點齁 第一個我們是使用高電壓設計齁 因為過去的馬達他們都是用大概7點多幅的電壓齁 那那個電流會相對比較大 那馬達很容易發燙 那我們這一次呢 這顆馬達我們直接用到11點1幅到12幅左右 所以電流可以接下去 馬達就比較做抵抗 那壽命自然就會比較長 那再來齒輪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高強度的鋼製齒輪 那 在其他的那個四部馬達裡面 他們大部分都是用銅的 所以他在機械格鬥去打的時候 受到衝擊 不管是被打或是掉到地上的時候 他的齒輪都很容易崩 崩死壞掉 那我們這部分直接換成鋼製的齁 然後再來那個出力軸的部分呢 我們是使用一體成型的 你可以到上一張照片 上一張照片 出力軸這邊齁 這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四部馬達路 不知道各位過去有沒有接觸齁 他們的墮片是另外 動到馬達上面鎖螺式的嗎 那這一次我們的馬達呢 這一個墮片是直接跟軸是一體成型的 齁 所以他在你長時間的使用之後 他那個 墮片跟那個軸中間不會有間隙齁 舊的設計會有間隙還越大 那你就越不穩定齁 那我們這次乾脆用一體成型齁 就是比如說你MOS燒掉的話 你就直接換MOS的那塊機板 或者是那個 殼邊電阻位置回收的那塊機板 壞掉的話 你就換殼邊電阻就好 不用像過去你馬達壞掉 你就要整顆換 齁 整顆像這種格鬥機器人用的馬達 你整顆換 可能兩千多塊 就要一顆要兩千多塊 那對於 你在機器人格鬥 你在後續維護的層層上面太大 所以我們改成用可拆換零件的方式 然後再來一整體的部分是 我們馬達呢 它的訊號線是屬於插拔式的 齁 那個 一般模型用的伺服馬達 它的那個線 是直接黏在馬達上面的 齁 我們這個是有連接器可以拔掉 待會我拿一顆馬達上來勾勒再看 齁 那那個 是屬於可以 線可以插拔 所以你在整線啊 或者你要換 線走線的話 會方便很多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部分齁 我們這個人型機器人呢 除了格鬥的用品之外呢 我們其實也有做課程的規劃 齁 所以我們會在後續 我們會安排人型機器人的一個課程 齁 齁 從設計機器人到寫程式 齁 然後到它的應用 我們會規劃一系列的課程 齁 讓我們的購買使用者 它有一個更好的應用可以發合 齁 OK 再來是另外齁 我們這個機器人 我們有隨機有附一個藍牙模組 齁 所以你可以 在手機上面開發你自己的程式 然後跟機器人透過藍牙連接 那我們這個用途其實就是說 其實我們機器人本身並沒有 並沒有包含任何Sensor 齁 我們就當成格鬥用途 但是依照現在的開發 欸 依照現在科技的發展 其實大部分機器人用得到的Sensor 在手機上面都有 齁 齁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你 直接把手機跟機器人弄成一體 那直接吃手機上面的Sensor的話 就夠了 你就不需要在機器人上面 在獨立插其他的Sensor 然後你還要學其他的程式語言 才有辦法寫機器人的程式 齁 你就只要會手機的程式語言的話 應用手機的 它內建的Sensor 你就可以做機器人程式的開發 OK 這是我們一個概念 OK 再來提到我們的假日合照 格鬥賽齁 那 我們公司現在有舉辦一個 我們公司自己弄一個 機器人格鬥比賽的一個 賽制齁 通常我們的訴求是這樣齁 如果你要引發小朋友 或者任何人他對於機器人學習 學習 對於任何一件事情學習的興趣的話 首先這件事情就要討好 那所以我們舉辦的 假日格鬥賽的話就是 引發 想要出發 每一個對於機器人有興趣的人 他會覺得這東西好 我們想要再深入研究 齁 那這是我們一個目標 那我們現在假日格鬥賽其實 我們從去年 欸 10月就開始一直舉辦齁 我們已經辦了幾屆齁 那今年的話會在3月4號 會幾 今年的賽季在3月4號會開始 OK 那再來我們講一下超級安隆尼的結構部分齁 嗯 他的機身的話我們全部都是用鋁合金齁 然後 動量的話大約是在2.1公斤左右 那尺寸的話高度大概在38公分齁 寬度大概在24公分 那用的是 就是我剛跟各位介紹的齁 iQ4516HV 用了15顆 那控制方式的話呢 我們用的就是 各位剛剛人有看到 我們直接用DX圖搖桿喔 他是屬於2.4GHz的 無線遙控 那剛剛有提到 我們一樣可以透過手機用 軟架的方式 有空嗎 OK 那電池的部分 我們用的是11.1V 然後 1300mAh的 一般那個 鋁合物電池 好 一般模型大概也就是用這一種的 那 程式開發環境的話呢 目前是只有Windows的環境 目前只支援Windows的環境 做程式開發 那 控制板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國內那個 機器人控制板大廠 BG的 機器人控制板 OK 那他這一塊我們用的板子 最多可以用到 他可以同時支援16顆 45碼達的速度控制 那 開發環境的話呢 是這個 Innovasic Workshop OK 然後再來 藍牙模組的部分呢 我們直接是用得受益器 就TI的CCO50 DL-Emarion OK 好 你可以吃啦 OK 那再來我們稍微提到一下 定價的部分 我們機器人 全機板就是包含 機器人跟 電池充電器搖桿的話呢 全機板定價大概是36000塊 OK 那但是我們會在 呃 幾個禮拜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預購的活動喔 那預購的話 我們的售價 預購價是29800 OK 那這部分大概 預購我們是限量300塊 好像三 預計3月12號 可以陸續出貨 到每一位訂購的 所 使用者手上 那我們現在就先請 那個組員就先示範一下 好 現在弄你的一些 性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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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剛剛有提到 這個就是一般 那個我們遙控模型有在用的 十一點一幅三個Sail的一個 那個 有機器的物電池 好 那 我們接 我們電池是放在機器人 這個 那個 頭部的部位後面的空間 頭部的後面 對 你看他 不要讓他動 打 他會伸龍拳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可以嗎 可以把他打壞嗎 如果可以跳起來的話 加分 加分 因為我把他打阿 他會伸龍拳 對 我一定不會怎樣 不會換 OK 那操控方式我跟各位大概簡單講一下齁 這個搖桿的話呢 方向鍵在這一邊齁 這個是控制機器的擬放的方向 然後呢 其他攻擊動作的話就是 三角大圈這個部分 所以 如果你要他前進的話 你只要簡單的按下去 OK 然後呢 左右的話是元席 然後後跪 OK 那剛剛提到攻擊呢 像這邊 我們就直覺的齁 照人的方向 左邊就是左勾牆 右邊就是右勾牆 然後另外差就是蹲下來 OK 這個是 前面看得到的部分 然後這邊LR鍵呢 右邊的就是右直拳 左邊是左直拳 然後下面L2R2的話呢 就是側影 好帥 然後在格鬥比賽是這樣齁 我覺得拿到夠多 再試試看 怎麼跳起來啦 在格鬥比賽你會被洗澡 那你必須在10秒之內 站起來 所以 我們有寫好直接這個蘑菇頭 我們是用按鈕的模式齁 然後往這邊倒的話呢 你就按另外一個 你不要再往這邊做福利品這樣應該沒問題 對 應該沒有 有動作檔油寫的 OK 這是幾個簡單的操作模式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格鬥比賽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功能就夠用了 對 抵殺技 抵殺技呢 喔 另外這個三角度 因為我們賽制裡面是有一個 我們是用積分的賽制 就是你用像剛剛看到這種直風圈之後 打到對方的話呢 你會等1分 那在我們家是格鬥賽 如果譬如說你用比較其他 圈頭以外的招式 擊到別人的話 你可以一次得3分 那像這一隻 我們預設是直接就是給T技 這一隻 這一隻沒有 這一隻被拿掉 這一隻被拿掉 稍等我換一隻 那你後退 回去做 他那個 他其實可以 控制把麻辣電關掉 就我剛才按掉就不用浪費電 所以他站著就會浪費電 對 站著就會 跟一般想像的機器有沒有不太一樣 看起來蠻紮實的 嗯 這如果做大真的可以叫去打人 你叫去打人 你打誰啦 多弄幾隻軍團就出來了 你又一想打誰啊 我一種蒙古 我一種蒙古 走進時代 按照葉的東西去 開完開 不知道要做到嗎 懂了啦 他的動作是一天寫好 假設 白友一下 他有什麼記憶感 可以 就是那個 剛剛有提到 我們是用立即的開發法 那他立即的開發環境 是可以 修飾要練的環境 我先關掉 有感覺我開電 對 因為你不要轉了 因為你要人自己打 立即的開發環境的話 他就是 他有提供一個動作 編輯環境 你就直接拉他那個畫圍方式 就可以編輯機器人的動作 所以我可以自己編輯我的一殺子 對對對 這隻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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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是不會說 從來做做 進短兵啊 跳跳跳 下次把那個 看誰 被禁倒說 跳跳跳 他要不要就直接 他要不要直接練